法师神情专注 手上拿着佛林敲打木鱼 口中念念有词 针对不同场合与需求 会念不同的经文 上师帮往生者做法事 就有好几种经文 由法师安排场次 依序念完 做期跟诵经是两回事 做期像做期是我们有十殿名王 那每一个期就是他走到每一殿去 那你说做期满期就是第七点 那百日是第八点 送错经那这是不太 这是没有的事情 因为每一本每一个期送的经 这是没有一定硬性规定 我们要送哪一本经 是可能说 譬如说他之前可能已经送过金刚经 那我们下次可能想 那我们帮他念钥匙经 今年二十三岁的法师现身说法 从小跟着阿嬷李佛耳濡目染 对他来说刚入行时 很快就能上手 不过殡障业业界 每家公司找来配合的法师 都不一样 要如何替消费者把关 每个法师形式作风都不一样 殡障业者坦诚 曾遇过家属不满意赶紧换人 至于骨灰坛的外面 可不可以黏胶带 业者这么说 通常就会用AB胶涂上一层胶水 左右或上下先贴的 AB胶干了以后才拿掉 没有用到胶带贴起来之后 没有固定的话 这个可能会转动 殡障业美美咖咖众多 让外行人看了无沙沙 难免会产生误会 秉持服务的精神 通常家属当下反应 都会协助改善 让仪式尽可能圆满落幕 明时新闻 黄罗黄启豪 新北市报道